整个宴会厅空荡荡也没开灯营业 位在新北新庄的云朗集团旗下的仪品大饭店 现在也被爆出疑似食物中毒 致命连锁药装品牌在3月26号及27号到新庄宴会厅举办联合春酒 但没想到疑似爆出食物中毒 高达62人出现肠胃不适 新北市卫生局已经下令业者暂停营业 原来这家连锁药装品牌就是屈城市 连续两天中午在新庄仪品宴会厅举办集团春酒 总共有2201人用餐 有人吃了春酒后上吐下瀉 人数多达62人 其中9人送医 虽然没有住院 但新北卫生局在31号接获通报后 立即派员饥查 怀疑是这道仪品手抓海鲜盘惹祸 卫生局饥查当天针对于春酒菜单中 工艺的海鲜盆以及自制冰块等高风险的餐点以及食材 进行抽验检验卫生标准 并要求新庄仪品自4月1日起暂停作业 那另外 稽查当天发现洗涤区的地面有布节 以及垃圾桶未覆盖等卫生缺失 以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仪品也发出声明将权力配合新北市卫生局停业调查 如果确认试验会厅造成将负全责 而屈城市则回应说 针对身体不适的同仁协助就医相关费用及未问津 究竟是不是食物中毒还是哪个环节 出问题还得等抽验结果出炉 明日新闻陈林 吴俊德新北报道